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和大家一起走《洛马周径》 这条是人流不多 但风景超出预期的交游路线 趁未来北区大变身之前 我们一起走一走 准备好我们就一起出发 我们搭车来到洛马周径作为起点 向顺义新村的方向走 途经马草拢南屋仔 走向廖博村 最后去到罗湖程教所搭车离开 全程大概6.6公里 以正常的步速 预计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程 可以在元朗乘搭75号小巴 来到校湾村东路下车 或者由上水火车站转的士过来 大概60多元 来到这个路口 我们向右转 亦有指示牌提示 还有2.5公里 就会到达马草拢邨 途经马草拢生态园 今天好舒服 人真的不多 没什么人的交游境 一直走过来 有几个路人经过 跑步 踩单车 看到风景很漂亮 我们一直走 右边是香港的郊野景色 途中会见到很多农田和鱼塘 而左边就会见到深圳的城市景 走在这条路上面 所看到的风景有很大的对比 其实我们现在所走的路 以前这段路都是禁区 去到2013年才解封 而落马州的西南边 佔有1,500公里的土地 都是米布的湿地 刚才我们走的时间 都是比较怕会下雨 但今天出来 又有蓝天 大家看看 人流不算多 但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它有很多车 久不久会有车经过 这方面大家要注意 走的时候 都要前后望一下 虽然它没有说 完全是有很多树音 但旁边两边都有树音 顶就未必有 如果夏天来走 都适合的 但记得要带足够的饮用水 还有毛巾 太阳眼镜的防晒用品 而落马州附近 仍然会有落马州村 下湾村 潘屋村等等的原居民居住 从高空看到这里 这么整齐的农田 保留了一股香土气息 但是由于将会发展北部都汇区 所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环境 都会逐渐起变化 对面的落马州河吐区 占地大概100公斤 由于疫情关系 所以暂时改建成为河吐区方仓医院 我们走近这条路 上面的山是马草笼那边 上到去 就可以回到这边的玉堂 我们一直向马草笼新太原方向走 在马草笼一带 共有两条乡村 分别就是马草笼新村 和在它的北边的顺义新村 马草笼这个地方 本来都是香港边境禁区范围 附近更加建有物景图 碉堡作为边境防护的用途 直到2013年的6月 才向外解封 在去到马草笼新派完之前 途经一个蓝色的流动洗手间 但是这个流动厕所是用不到 在好奇心之下 我一直向前走 竟然发现了另一个秘境 我们看到一个蓝色流动厕所 但是那个厕所是不能用的 那里就有一条路进来 这个地方 但是这里是政府土地 这里写明了不准占用 又不准傾倒垃圾和中植 当日云层很低 见到前面的芦苇田 和前面的深圳繁华景象 城乡相影 構成了一幅绝色的美景 翻查地图 原来前面已经是深圳的华强路 深圳南区的繁华商业圈 一路走 经过荒废了田 以前可能是稻田 那边就是深圳的城市景 这边就是香港的郊野景 很特别 刚刚站在中间 在路边的小波 坐下休息 喝水 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美景 走在这条小路上面 视觉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这个位置正在处于代变的格局 在十年八年之后 这里可能已经变成另一个商业区 中文字幕志愿 我们大约还有五公里 大部分都是平路 不会太难走 再向前走多十几分钟 就会到达马草拢生态园 途经一大片的芋头田 马草拢生态园原本是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 而墙内也有兰屋仔市多 但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去到当日都是暂停了营业 但经过这一道色彩纷纷的壁画 在这里拍照打卡都很不错 这幅赶鸭的壁画是生态园的标志 我们继续向辽博村方向走 当日天色实在太漂亮 蓝天白云 看到这么漂亮的天空 令人越走越起劲 除了不时会有车辆经过 需要注意之外 其实这条路都适合家庭组合 或者喜欢轻量交游路线的朋友 尤其在夏天 这段时间不想有太大的负荷 全程游泊路 所望到的风景也有很多源化 也可以趁这段时间 走一走代变中的香港北区 几 廖博邨曾經有馮氏歷史悠久 組織就是江南怡興縣 在新界北部 馬草洞建村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村民在最多的時候 有過千人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早年前已經移民 而留在這裡長居的大概只有幾十人 經過廖博之後就會到達新界羅湖德月樓村 由於有一條分岔路 下面就是羅湖德月樓村 我們就走到上面那條路 就近回香港這邊的邊境 走回河上鄉 這邊也多些人踩單車 在這裡望向羅湖商業城 只是近在此尺 1898年 清政府和英國 在北京簽訂 展託香港戒指專條之後 就將羅湖一分為二 深圳河以北的羅湖 仍然屬於中國大陸 而深圳河以南 就屬於香港 在法景路附近會有出名的羅太豆腐花 當時去到很熱鬧 座無虛席 最後去到羅湖懲教所 可以乘搭K51小巴 回到上水站離開 當我走完這一條路線 印象都幾深刻 可能知道再過一段日子 這裡就會有一個大轉變 所走過的小徑 經過的農田 和魚塘 都會一一改變 所以令到人更加珍惜 我覺得是我近期走過 比較值得推介的一條交遊路線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小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見